嘚嘚嘚嘚嘚嘚嘚 你就是我的一名 这几天交班累坏了吗 七夕可是营销的重头戏 还要抓紧发布会的余热 把品牌形象再稳固一下 这一仗如果打得好 我也可以堵住各路闲话 让大家知道 我苏伊可不是靠着你 才来的理事 我是在想啊 我是更喜欢你 窘迫可爱的样子 还是更喜欢 你认真工作的样子 那你可不用着急下结论了 因为我还有很多样子 你没见到 好了 说个正经事 比夏天的广告合同到是签了 现在缺一个男女 你挑挑 也不知道这算是福利 还是压力 这个福利还是让给我吧 省得到时候 你吃醋 我现在开始为这些男生担忧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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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都不给我喝 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值不值得我这么陷阴情啊 依依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这是李氏 是对你父亲查查的结果 对你父亲查查的结果 这个报告上 沐风确实嫌疑最大 对啊 沐风确实有谈我的嫌疑 未发现字节流动异常 也就是说 你把这份报告重新做一下 做成沐风没有嫌疑的样子 确定了 如果苏伊知道沐风没有贪污 那他就更会追究下去了 我父亲没有贪污 对吗 你先做 我有我的打算 对 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 我父亲真的是被冤枉了 那想要害他的人 又是谁 依依 我去拿点冰块 依依 想哭就哭出来 我只是有点难过 如果我没有失忆 我就能记得车祸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张伯爷不会因为我们 别急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你可能就会想起些什么 拿到东西吧 加上 如果你要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会说 环境不错 但是 你不觉得 这个风有点大吗 你头发都乱了 可 nuclear 这些点的都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 谢谢啊 年轻真好啊 吃这么多高热量食物都不怕 在当时 这可是你一个人的量 你那个时候不停地吃东西 不停地岔开话题 我一度认为你是不想让我跟你告白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认识了 六年了 如果告白失败 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 那最后呢 成功了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首歌 送给美丽的苏伊小姐 你当年会用的是这招吧 不是我 是你 那天我刚好经过 阳光正闪烁 落在你眼眸 你什么话都没说 无声的沉默 无声的沉默 我 你 你 一笑而过 心中闭没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角落 加上 我要做你女朋友 好 好 再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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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来一起 加油 好 好 好 一笑而过 心处笔墨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角落 真的好美啊 此刻好像真的可以忘记所有事情 纯粹去享受 夏绅 如果我没有回来 一直留在日本生活 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又不是滞销货 别拿我开车呢 你要是不回来 我会非常地不开心 没有你 我会每天生活得像机器一样 也没有必要牵挤得到任何人 毕竟你才是我的唯一 一夜 我是真的很爱你 谢谢 不客气 加上 我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如果有一个女孩 像这样舔了一口你的冰淇淋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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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女孩有靠近我的机会 走吧 我这两天 像谈了双份恋爱一样 一份我的 还有木晓的 是 我也感觉追了你两次 不亏 我轻盘情愿 好 加上 和你在一起很特别 你可能很难理解 你可能很难理解 像现在这样 看着星空 什么都不想 安安静静地和你在一起 对我来说有多珍贵 我感受到了 真正放松的自己 紧张好 不能置疑 都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成为公司没有够失去 你应该怎么办 有的 我们就不顾得不顾��을 你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就算没有这个事情 人都是会变的 你怎么就不能懂点浪漫呢 多说点情话怎么了 那你知道 我现在想做什么吗 呢 喂 喂 苏意 快叫我天才 你发现什么了 我给你看啊 我发到你手机上了 你自己看一下 这张照片吧 你就这么看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当我把它进行 放大比对以后 你会发现第八页页码的编号的颜色 比其他颜色的要浅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些改动的痕迹 也就是说 有人把遗体捐赠者的第九页 改成了第八页 原来的第八页它就丢失了 有可能这个丢失的这一个 就是事件报告里面提到的那具尸体 对 你想得没错 想伪造证据 偷偷尸体 以及掩盖车祸真相的人 一个手都手都过来 怎么了 山上好像有点冷 那我们就先下去 停车 我走 怎么了 这里好像就是 当年发生车祸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过 当年车祸的事故地点 只是一直没敢来看 可我记得 当年车祸的事故地点 从未公开过 谁告诉你的 是张伯告诉我的 他说 当时确实没有目击证人 和其他的证据 所有呈现出来的迹象 均有意外 警方也经过多番调查之后 按交通意外事故处理了 但你是不是能想起什么 但凡我能想起一点 哪怕是一点点 都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啊 走了 想不起来就不要再想了 我相信 如果你父亲在天上 看到现在的你 他会很欣慰的 夏圣 有个地方 我想你陪我去一趟 好 这老板 也不是 你十分之后 但是不能再来 我独野 打开 她们 我 都是 为什么一定要来啊 怎么会什么都想不起来呢 别跑挖木桥 怎么了 我们走 一夜 是我不好 我不该带你去那种地方 不怪你 这是因为你在 我才敢去的 一夜 你放心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永远陪着你 是 加上 噩梦里有人追我的地方 和那里的走往很像 我怀疑 我最后的记忆 不是发生在车祸现场 而是在林牧研究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在找丁航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为什么单独来找高梦 我再问你一遍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昨天晚上的话意味着什么 车祸的时候你根本不在车上 而是在李牧研究所失踪的 这事跟高牧脱不了干系 就凭你的无端猜测 李嘉尚 高牧好歹是你的亲叔叔 那我告诉你 李牧研究所的负责人就是高牧 那我也告诉你 您身手干预研究所的人 还有你爷爷 苏叶 李嘉尚 你可以为你的家族利益考虑 但也请你允许我 保持我的客户 苏叶 这里面安了定位行吧 这样的礼物不要 你找到了试检报告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对你承诺了那么多 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 不是 你答应来李时上班 一步一步接近我 这是为了利用我吗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倒能轻松不少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叫苏总先进来 好的李总 好的李总 进 对 罗经理怎么也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呀 李总叫我过来 不是会报工作的吗 我就想着和罗经理一起啊 正好我们很多看法 都是我们一起讨论的 你们俩要是想谈恋爱的话 我可以先走 不用 你回报吧 这是关于新门店选举的两套方案 我个人倾向于A 我选B 可是李总 就这么定了 你最近很开心吗 这么明显吗 昨天晚上我可成功了 你竟然对我弟弟 工作时间 别聊丝迟 最近呢 有几个比较大的电商品牌呢 想找我们做新品的专场直播带货 这个可以考虑 直播减价确实可以带来销量 但它不利于实体店铺的复购消费 凡事都有利有弊 你不能只考虑弊 万一弊大于利呢 总得有权衡吧 你觉得呢 罗经理 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幼稚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把这种 私人情感带到工作上来 好 苏经理 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把这个综艺的首席冠名权拿下来 综艺冠名是典型的高举高达 也是我们一直在极力避免的 我认为 之前 而且 我们做的都是小成本投资 是个水而已 现在销量一直在涨 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高级营销了 那这个任务我可以拒绝吗 它并不适合我们的新品调限 可以 反正我已经交给罗经理了 你只不过是我的备选 你什么时候安排我的 前两天安排你的 行吗 那我先去忙了 好 苏义 牛奶最近不太好 陪我去趟重工医院 怎么样 大夫 不太乐观啊 这个猫鼻呢 平时喜欢用舌头 去竖拟皮毛 但是被吃进去的毛蟹 是很难通过排泄或者殴吐 那他现在是不是很难受 是 这样吧 我一会儿去给他喂点止疼药 明天你们再过来把他拧走 好吧 大夫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好的 谢谢 好 加上 牛奶现在一定很难受 我在想 要不要让他别那么难受 但你之前不是说过 只要活着 就还有挽救的余地吗 医生说的你刚刚也听见了 牛奶现在太老了 我不想她这么痛苦 再等几天吧 我想自私地 把她留在身边 陪陪我们 能多几天十几天 关于冠明权的事我想过了 刚刚是我考虑不周 其实我也想出一份力 没关系 罗经理那边一切顺利 喂 李嘉上 你怎么得罪平台了 我等了足足三个小时 然后临时告诉我不见面了 我没有这么逗人玩的 自己烂摊自己看着办吧 看来还是有点挑战啊 李总 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我就不让罗经理亲自去 喂 杨阳 什么 分手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分手啊 你是小龙人啊 要说几遍啊 你先告诉我 是你先答应嫁给我的 为什么还要去见别的野男人 不要发泄情绪 把事情说明白 对 你们这就是有误会 好好聊一聊 解除误会不就好了 那你俩怎么不好过头啊 管好自己的事 管好自己的事 你 为什么去相亲 他脚踩两只船 这就算了 另外一只还特别破 拉低了我的水平 不是啊 那女的真的是头皮发麻啊 她追了我好几年 我都誓死不从 估计是被我在朋友圈 发的求婚成功的照片 给刺激了 你要相信我呀 你相信我的品位啊 你要是敢骗我 段子绝孙 外加五雷轰顶 不失街头 杨阳 以后你有任何怀疑我的事 你直接来问我 删我都行 你别自己瞎想 更不要轻易地 单方面地放弃我 行不行 以后我的手机你随时随地随意看 密码是你声乐 哪天不看我就不高兴 你得上班打卡一样 养成习惯 别给我增加工作量 谁稀罕呀 走开 我是真的不怕你做 我就怕你对我不做 你说谁做呢 要是换别人 不至于天天着急上伙了吗 对对对 只就是我 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昨天我送我姐去剧组了 他跟我说了你回国的原因 那些一点 确实跟李氏脱不开关系 你还跟他说 说你回国的意外之起是我 还不舍得伤害我 我可没说过这么矫情的话 你不要认为自己的心思 被我看穿就输了 反正一直都是我爱你更多一些 你也 依依 我们已经错过了七年了 特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僵持上 刚刚正和说的 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那以后你有什么怀疑和问题 就直接来问我 你也是 那我问了 我先问 为什么派人跟踪我 我那次见你在明星门口 差点被车撞 我就以为你被别人盯上了 我当然要派人保护你 到你了 为什么去找高牧 我总觉得他还知道些什么 不问到山穷水尽 我不甘心 你 原来说真话 是这么简单 对我们俩来说 好像是挺简单 依依 我知道这七年 你习惯了独来独往的自由 但现在又不是一个人 我希望你也能习惯我 我会努力的 只管我不懂的距离 像一条银河 在欢愿的距离 在欢愿的距离 的银河 有三男兵 哪儿 木五三 有三男兵